好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述第二章的内容 与基础合同直接相关的履约担保措施 在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一类的与基础合同直接相关的履约担保措施 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两大类的 我们陈述保证及契约保证 还有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合同权利的转让 它都是直接的基于相应的 我们说债务人的 或者说其中的合同相对方之一 债务人的 它的在合同向下的 或者说与合同相关的一种保证 或者说一种意思表示 这种意思表示 在它违反了相关的意思表示之后 或者说它的这种意思表示 能够产生的一种法律效果 是能够帮助债务人去实现相关的 履约合同下面的相关的一些权利的 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措施的话呢 我们把它归造一类 大类的叫做与直接合同相关的 律约担保措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陈述保证和契约保证 这一类的这样一些措施的话呢 在后面我们可以给大家 接受到它的这个英语的这个用语是什么 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一类的 陈述也好 保证也好 或者契约保证也好 说穿了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债务人的一个意思表示 就是说我保证 比如讲我的这个经营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保证这个我们的这个资产负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或者说我确认这一个物件的是由哪里生产的 等等 这样一种 这种类型的这样一种意思表示呢 就是它对于一方面 它实际上是 我们在后面会讲 它可以被认为是构成真正的合同的一个条款 也即便是它不构成合同条款的时候 它是一个呢 你是可以依赖的一个相关事实 所以在讲到这些概念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 我要再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说 尤其我们作为这个 涉外的这个伤势律师的 尤其是涉及到纠纷解决的时候 一定要重视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们所接受的法学教育的 大陆法系的一些传统 我们这个法律概念的话呢 在我们如果说你涉及到的 这个国际商事的纠纷 又涉及到英美法的 或者其他的普通法系国家的 这样一些概念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重 去了解 这样一些这个概念本身的区别 或者说尤其有一些概念 可能在我们的大陆法系国家的 这个法律当中的规定呢 不是那么明确清晰的时候 要特别注重 这一类的这个条款的理解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的学员可能会说 那我实际上我提供服务的一方 就是和大陆法 尤其是中国法律这个相关的 为什么我要去更多地了解 这个英美法的这样一些规定呢 因为当对应了合同当中 可能这份合同并不是 直接地要你去出相关的法律意见 但是它可能是和 整个交易过程是直接关联的 那你就有必要去了解 这一类的合同当中 所提到的这样一个法律术语 它的实际的含义是什么样 它和其他的合同文件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 和你将要发表法律意见的 这一个法律问题 有什么样的关联 而且往往是在这种时候 作为一命 我们说从事涉外业务的 律师的这个优势 或者说价值就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 所以我认为 根据我们长期的 一个上市纠纷的处理经验 我觉得就是不一定说 一定要在某一个国家去读到 一个什么法律的一个学位 或者说考到一个当地的一个资格 这个当然你能拿到是很好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说 对于你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里面 相关法律的 比如说你如果经常处理的是某一种类型的合同 那么这种类型的合同 在你所见到的这些合同当中 它如果说适用的法律 比较多的是英国法的这个法律的规定 那么有些这样常见的一些术语 比如我们今天提到的 陈述保证金契约保证的时候 你对它的基本的内容有一些了解 而且关键在于 你对于它和我们国内法的相关的这个概念 它们的勾连有相应的了解的话 那其实是能够真正的为你起到一个 复合性的一种作用 因为就是说这个时候 作为客户也好 作为你的交易对手也好 或者说作为合作律师也好 当你能够融会贯通的去讲述相关的问题 去揭示法律的这个焦点所在的时候 这是你真正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体现 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陈述保证和契约保证 这几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看 有几个关注的一个重点 这三指均为普通法法系下的概念 而且对应的英文单词往往是有多译性 特别是我们后面提到这个保证 warranty 它有一个多译性 那么我们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 开始看这些文件的时候 我们就要理解了一个 它的基本的概念是什么 它和我们国家的那些法律概念 可能有一个相关联的一个地方 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另外的三者 本质上我们说都是定约方自身的意思表示 它是怎么样的成为履约保证措施的 也就是说它和我们普通的 一般性的合同条款有什么不同 对吧 合同条款是最明显的 在合同当中 定约方的一个自身的意思表示 那么我们谈到这种 陈述保证和契约保证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如何成为 履约保证措施的 因为要知道 有的时候陈述的内容 比如特别是这个陈述的内容 它不一定是能备写进合同当中的 而且它往往是在 合同定理之前的一些描述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更多的已经类似于我们国家合同法概念的一种 我们说信赖利益上的一个 我定立合同或者我整个的合同目的 其实和你当时的你的陈述的这样一个表达是有关联的 当我发现你是悟数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陈述和事实是不相符的时候 和实际的情况是不相符的时候 那么虽然说相应的陈述并不是直接的是合同的要关 但是仍然可以什么呢 违反的后果是什么呢 相对方可能可以解除合同 可能采取怎样的法律行动 那么谈到结束合同 这个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会通过一个案例给大家讲解 就是说 尤其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谈到任何一个履约保障措施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前提条件 对吧 这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是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去运用相应的这个履约保障措施 来实现我的权益 或者说采取一定的保全的措施 为将来实现我的权益做一个准备 那么这个前提就是 对方违反了相应的 不管是违约还是违反了 我们这里提到的陈述保证和契约保证 假如你的判断是不对的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作为要去采用 采取履约保障措施的 任何的一个相对方来说 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前 首先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都是 那么你采取措施之前 对方是否真的违约了 或者说 你所采取的领约保障措施的条件 是否成就了 如果说 这个判断 是由赖于将来的仲裁和诉讼去进行的 也就是说 在你做这样一种决定的时候 实际上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那么这种不确定性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 你怎么样的做好准备 有没有可能将这种风险尽量地缩小 有没有达到一个 可能让双方都能够接受的 尽量减少风险的一个可能 或者说某一种措施 能够使你自己将来的 这一类的风险减少 这是我们说的 在采取任何履约保障措施 我们去采取这个行动之前 要考虑的一点 这一点我们会在讲述 陈述保障和契约保障 这一问题的实战介绍的时候 来给大家举一个案例 来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同样的 有毛有盾 作为债务人来讲 面对相对方采取的法律行动 他会怎样的去提出一些抗辩 实践当中采取怎样的一些应对的手段 比如说 同样的有可能主张 想采取这个措施的一方 他可能说你认为我是一个误术 但我并不是误术 或者说我认为你 接下来采取这个行动 你解除合同是不当的 我认为反而是你在违约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碰见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类型的 第一大类的这个陈述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描述 这个英文的这样一些表述 大家可以自己 接下来在我们讲述过程当中来看 我们简单的来说 这个陈述 它是有可能发生在定理合同当时 也是有可能发生在定理合同之前 它既有可能是一种陈述 可能是一种断言 它有可能是在一个书面的一个表述 也有可能是一个口头性的一个表述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它的这样一种陈述 导致了相对方的一个信赖 相对方的一个信赖 那么导致了相对方的信赖之后 这个信赖的基础 可能就是定理合同的一个基础 定理合同的一个基础 那么基本的一点就是来讲说 当你向你的合同相对方 做了一种陈述 实际上又使了这种相对方 去跟你定理这种合同的时候 那么你的这样一种陈述 实际上就应该是要达到一个 类似保证的一个效果 当后来发现你的这样一种陈述 是不实的陈述的时候 就应该要给信赖于你的这样一种陈述 而去定理合同的一方 对于你的一个救济 所以说我们讲 这也是一种对于合同相对方来讲 一个履约保证 当我后来发现相关的这种陈述 是一种不正确的陈述 或者我们说一种用语叫做 物数的这个时候 它是有相应的救济措施 或者归根结底我们要强调 履约担保措施 它都是某一种类型的救济措施 这种救济措施有不同的体现 有不同的实现的路径 那么我们再看作为陈述 它做了一张这种物数之后 那么作为信赖的一方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手段 可以去保障它的权益 刚才提到了 作为陈述的一方 承担责任的前提 它可以是一种行动 可以是一种言语 可以是任何的一种形式的描述 它可以是有心的 可以是无意的 但是它的前提是什么呢 它的这种陈述导致了另外一方 信赖的这种陈述 而且基于这种陈述 去定立了合同 也就是说 它的这样一种陈述导致的 出现了一种误导性的一个作用 那么自然的 给到将一的法律后果来说的话 就是说 不管它是欺诈性的 还是疏忽性的误述 受误导的一方 在英国法下都是可以解除合同的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虽然它不是作为 合同当中的一个条款 大家知道 我们说当我们谈到 合同的条款的时候 不管是在英国合同法 或者是在中国合同法下 都会有 你不是说违反任何一个条款 你都可以去解除合同的 对吧 而且你在解除合同的 这个情况之下 你解除合同和 这个要求相应的损害赔偿 两者之间 那也不是说 我肯定都能够共同实现 那么同样的 这些陈述来讲的话 也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它不是合同的条款的一部分 那受误导的一方 不管是欺诈或者疏忽 都可以解除合同 那么而且在受误导的一方 其实它可以 或者应当发现物数的时候 英国法的基本的原则 仍然是可以解除合同 它记忆的原理就是说 你定立合同本身是基于这个信赖 当这个信赖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 那实际上 你的这个合同 至少解除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只是一个疏忽性的物数 或者说是受误导的一方可以 或者应当发现物数的时候 受误导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但是呢 通常是不可以要求守开赔偿的 不可以要求守开赔偿的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接下来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某一方认为 自己有权解除合同的时候 不管说是基于我们现在 在讨论的这个陈述的这一点 还是我们后面 他谈到的这个 其他的一些 类型的这个合同的 合同条款的一个解除 当你做一个违约的 这个认定 你要去解除合同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 解除合同本身 是导致了合同终止的 这样一种法律后果 那么 有的时候 你解除合同是可以 要求损害赔偿 有的时候 解除合同本身 就是为了解除合同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 定理合同当时的 市场条件 已经发生了变化 你在定理合同时候 所认为的 有利的一个情况 在后来的市场情况下 已经发生了变化 你继续履行这个合同 对你来说 多履行一天 就是多一天的损失 因此也有可能 即便你没有一个 损害赔偿的一个可能性 你仍然愿意去解除合同 但是这种时候 就会特别的危险 你就要注意 你是不是真的有 这样一个解除合同的权利 因为你解除合同 有可能会被对方认为 你的解除合同 是没有法律基础的 这个时候 你的解除合同 或者说非法解除行为本身 就是一个严重的违约的行为 那么作为相对方来讲 他这个时候 比如说在英国法 他有两种可能性 他可以要求你继续履行 他认为你的解除不大 我认为合同依然存在 你应该继续履行合同 他也可以接受你的解除 但是接受你的解除的同时 是认为是由于你的行为 导致了这个合同的终止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可以去要求损害赔偿 所以说 特别像我们说 在陈述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假设说你只是基于一个 陈述的物数 你要去解约 而你本身其实没有 或者说有很少的一个 这个损害赔偿的一个 追求的这样一个权利 而相对方可能因为 你的解除合同 对他来说 由于在发生市场变化的 这个情况下 他可能对他来说是导致很严重的一种损失 他可能反而向你去提出非常高额的一种索费 这个时候就会存在一个情况 你是做还是不做 做的话 怎么样的去保障你将来的这种风险 变得更小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 这是在疫情发生之前 也就是在19年的11月份 我们在伦敦的这个一个 海市仲裁的一个案件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 我们的合同 我们的委托的一方 应该说呢 是基本的目标 就是要解除出合同 原因就在于 我们的合同的 这个我们的当时的一方 是出租船舶的一方 那么当时在出租这个船舶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租金的水平呢 他们认为呢 应该是还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在这两年 这个整个船舶市场 回暖之后 尤其在这个租约 这个灾律行为 才一年之后 在这个19年的 这个八九月份的时候呢 实际上 他们这个租金的市场的水平 已经是远远的高于 当时定例的时候的租金价格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作为我们的客户来讲 是希望找到一个 技术性的手段 去解除这个合同 他不要传害被伤 他希望的就是 从这个合同当中脱身 那么面临的问题 就在于说 首先一个 有没有这种 技术性的解除的条件存在 那么在这个合同当中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内容比较复杂 而且是一个 跟海上法直接相关的内容 我们就不去细讲 但是呢 它是基于一个 非常技术性的 一个 违约 或者说一个 对方的一个 对自己意思表示的 一个 这个违反 那么按照 严格的按照 合同的规定 他们是有 解除合同的这样一个权利 而且呢 他们也按照 在我们的指导之下呢 按照对应的程序 去解除了这个合同 行使了一个解约的 就发这个解约通知 发给对方 那么发给对方之后 对方 马上回过他来 讲说 你的解约是不当的 那么 是对 还是不对 实际上 因为这里面 我刚才提到 是一个非常 技术性非常强的一点 也就是说 这个问题 最终是对 还是不对 实际上 是最终的最终 是要经过 这个合同约定的 由这些仲裁员 去做出决定 认为他是 我们解约是正确 还是不正确 但是我们能再等一年吗 如果再等一年的话 那这个 他的解约的目的 实际上也无法实现 他是希望能够 尽量把这个创伴 托生出来 去投入到 更好的一个 拿到一个市场上 更好的一个租金 那么 当然 由于这个 我们说是所谓的 七租 这个解约之后 这个传播的控制 是在我们当时人的手上 我们这个 可以把它投入到市场上 运营 但是呢 作为 被解约的这一方 他认为自己没错 虽然说最后仲裁的结果 认为他们确实错 也证明我们是有权去解约 但是那个时候 在当时我们解约当时 他提出了一个 非常高额的一个索费 索费的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时的市场的 租金的价格 和这个合同租金价格 之间的差价 那么在 以及接下来的 他有可能 本来他有权利租这个 租金 一年 再加上一年 两年的 整整两年的租金的一个损失 这是一个非常高额的一个损失 那么我们是做还是不做呢 在当时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 跟对方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解约是正确的 而且我们也希望 要按照这个解约的 按照市场的租金 来 将这个船舶 投入运营 那么我们理解到 你们现在 对于我们解约是否正当 是有不一样的意见 那么好 我们提出一个方案 你现在认为 我们解约不当 导致你的损失 是意味着 你将要在市场上 以一个更高的金额 去租用另外一艘船舶 这会导致你 接下来两年的 租金的一个损失 我们提出的提议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让你继续 使用这个船舶 但是是基于 我们已经解约的情况下 继续使用这个船舶 那么我们也可以 同意你继续 原来的租金的价格 去使用这艘船舶 与此同时 我们将我们之间的争议 提交给对应的仲裁机构 去解决 如果最终的仲裁的结果认为 我们的解约是正确的 那么 这个时候就意味着 实际上我们解约正确 我们应当是以一个 租金的一个市场价格 去收取这个船舶的利益 那么这个时候 你接受我这样一个条件 就是说 我可以给你市场使用 你也可以只给我付 原来的租金 但是一旦是仲裁裁决 出来认定 我当时的解约行为 是正确的时候 从我解约那一天起 你的实际上付的租金 和市场租金之间的差额 你应该要支付给我 如果说 我的这个解约的行为 是不对的 那么你也享受的 是仍然是你安静的 按照以前的租金的水平 使用 这是传播的权利 大家听到这个 如果你是对方 你听到这个的第一反应 是不是也会觉得 有点恼火 因为什么 好处都让我们站了 对不对 说起来好像说 那其实如果是对或者不对 你都有道理了 你实际上都没损失了嘛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不管是中国法还是英美合同法 对于可能的受损害的一方来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义务 是什么 减损的义务 也就是说 作为对方来讲 他我们说作为一个交易的一个合同双方 任何的思维是在一个商业逻辑上的一个思维 你也要去考虑将来出生争议的时候 那么仲裁员或者说相应的法官 他实际上是会要考虑到 你们之间的这个商业逻辑的一个基础 也就是说 即便你情感上面认为 这个提议是几乎是让人有点无法接受 但是假设说从商业途径的这个角度认为 这实际上是一个合理的商业应当做的一个决策的时候 那么面对这样一种offer 面对这样一种提议的时候 是否接受就应当要非常的小心 在这个仲裁案件当中 虽然最后我们实际上是所有的基点上面都赢了 就是说这个仲裁员应该认为 我们的解约也是正当的 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就是当时我们的这个基本 我们跟客户讲说你这个案子 由于当时对方的话呢 就是说不接受我们这样一个提议 所以他呢就说 那好 你的这个提议我无法接受 我接受你的毁约 我认为你所谓的解除合同是毁约 我接受你的毁约 在接受你毁约的同时 我向你索赔这个损害赔偿 那么最后仲裁员认定就说 即便我们在当时的解约是不正确的 当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提议之后 作为相对方 他合理的途径是应该接受这样一个提议 因为这对他的权益来说是最好的一个保证 而且对于解约本身是不是说 是符合合同和法律的约定 最终确实是应该由仲裁庭 来做出一个解决的 那么你不去使用这样一个 按照原来的租金去使用船舶 你直接在市场上 再以更高的价格去租用了这个船舶 意味着什么呢 你实际上人为的自己的扩大了 可能扩大的这个损失 也就是假设讲说我们解约合同是不当的话 你本来是可以一分钱都不多出的 但是你去接受了这个毁约 你在市场上 你以更高的金额去租用了 这个发生的这个费用 和当时别人提出来的这样一个和解的方案 或者说这个应该说 合同继续履行的一个方案 你选择了结约合同之后 在市场上以更高的金额去 获取这个船舶 使用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 这个损失可能是你人为扩大的损失 或者说你没有进到一个减损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们说当你依赖于某一方的陈述 或者其他的一些非常技术性的一些条款 你去解约合同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 那么你的这种小心的 有一些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方式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这是一个方式 这个的话呢就是说 一方面能够帮助你去实现这样一个权益 另外一方面呢能够帮助你尽大可能的去减少 由此带来的一些风险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保证 保证这个在英语上面 这个warranty呢 它是一个多义词 在英国法下尤其是一个多义词 它呢是一方面 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保证呢 实际上就是说 另外一方当时在合同当中所做的一种承诺 承诺 那么这个承诺也就是说 它是讲我会做这个事情 我保证这个什么事情是怎样的 它自己的合同相对方的一个承诺 一个保证 那么warranty这个词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呢 你如果说经常看一些英文合同的话呢 它对于质量保证期 也是用这样一个词语 另外的话呢 它也是说呢 我们是属于一个 另外可以叫做这个 英国的合同的这个条款里面 有好几类 包括warranty啊condition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warranty也是其中的 某一类的合同条款 那么对于这个解除的后果 是否损害 能够要求损害赔偿 这个后果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它还是一种 海上保险的一种特别安排 也就是说 被保险人所做的 某一个事实的一个陈述 后来发现 当它这个 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时候 那么对于保险人来讲的话呢 它是有一些 特别的一些措施 当然这个海上保险的特别安排呢 在新的英国的这个 保险法出台之后呢 它和我们国家的制度呢 也有一点类似了 原来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安排 这里我们就不去多讲 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 在英国法下 warranty这一个词 它其实是有一个多重的一个含义 那我们今天这边讲到的这个保证 它其实呢 它也是一种 对于某一种事实状态 或者对于某一种 比如说经营状态 或者说对现在或将来的 一种状态的一个 意思表示 一种承诺 也就是说 我们在合同之前 所说的一种事实状态 有可能在合同过程 与定理过程当中 演化成 合同当中的某一个条款 这个条款是确认了 那么合同相对方 他确认说 我在整个旅行合同的过程当中 我保证 比如我们的资产负债率 是在多少以下 我的这个财产的 对于比如说贷款协议下下 那么我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上面的 这样一个资产的这个价格 始终保持对于我未尝贷款之间的比例 是多少 如果说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标准 我或者是要 这个时候我就有两个途径 一个呢提供进一步的担保 另外一个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结束合同 然后加速到期等等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保证的一个功能 那么刚才提到了 比如刚才提到这个条款 这我们在实在案例当中呢 也会碰见的 就是说 在很多的这个贷款协议下面 其实大家如果去看 你的这个房贷的这个合同里面 也会有类似的这样一些安排 也就是说 作为贷款银行来说 我们说银行基本上来讲 一定是做的都是锦商添花的事情 没有什么银行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也就是说 某一个银行愿意做贷款的时候 他对于自己是能够享有的 履约保障的各种措施 手段和这个物品的价值 他实际上是要会有一个 非常充分的一个考虑 也就是说 比如讲 如果说某一个这个贷款协议 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 它涉及到一个机器设备的 与这个机器设备的 上头的这个抵押权力相关 这个机器设备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这个贷款的一个 这个保障的措施 那么但是呢 对这个设备的市场的价值 到底是多少 这实际上就对于这个贷款银行 将来一旦出现 借款方不能够按期还贷的情况之下 那么他的行使这个 对于设备的抵押权力的这个时候 对于他来讲 可以行使这个权力 当然是很重要 另外一个 行使权力之后 能够实现多少价值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 贷款银行我们对应的这个合同里头的约定 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证的 对方保证的一个指标 就是说 我保证在任何一个时点 对应的这个抵押物的市场评估的价值 当然这个跟这个设备本身 它有一个很完善的一个市场 评估的一个体系也是相关 否则的话 你这个也就没有实际的一个意义 你也很难做一个 这种一个量化的一个标准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他对于有这样一个成熟的评价体制 评价体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他要保证 他的这样一个抵押物的价值 始终是在 剩余未还贷款的 比如1.1倍或1.2倍以上 他做这样一个保证 那么一旦出现了 比如这个抵押物的这样一个设备 它突然在这个市场上面的价值 突然出现了急剧的一个下降 急剧的一个下降 这个时候贷款银行 可能就可以找到一个理由 就是说 好 现在我们根据我们的 目前的一个市场评估的 双方认可的市场评估的一个 对应的比例 发现你的这样一个保证 目前已经做不到 做不到的后果 有两条路 一个 你在多少天之内 提供进一步的 我们可以接受的担保 比如说同等价值的现金的担保 或者其他类型的担保 但是是要银行可以接受 或者是 在你不能再对应的这个时点 去提供相应的这个担保之后 那么贷款银行可以直接的什么呢 宣布所有的贷款 加速到期 也就是说 你本来是可以在后面都在还的这个钱 现在在我宣布加速到期的这一刻起 你就要还 而且解除合同 可能我没有发放的贷款 我不需要再向你发放 那么这个时候对银行来说 它解约完成之后 它其实就有可能什么 一方面解约完成之后 那么基于什么 基于你的这个违法 它解约完毕之后呢 它可以什么 去行使它的一个 在物上的一个抵押的权利 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担保措施 它也可以去实现 对银行来说就达到了一个什么呢 去减少风险的一个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们说为什么讲这样一种保证 它在某种情况下 也是可以成为一种 履约保障的一个措施 那么它是会要有一种 那当然它要成为这样一种措施 必然会伴随着很多的 相关的制度的设计 比如我们说 这个某一个时点的评估 然后你对于这种评估的一个标准 然后包括说 如果说评估的这个标准 认为已经达不到这个条件的时候 那给到你的选择 是怎么样的去做 等等 那么这项一些呢 都是在合同当中可以有的安排 以及当出现争议之后 当你作为一种 因为争议解决的律师 你应该特别立马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立马要注意的问题 契约保证呢 它和保证呢 有一定的关联 或者说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关联 当然了 通常来说呢 最早的时候 契约保证之所以把它称为契约保证 是因为它和这个器具 英国法教的 这个所谓的器具的制作呢 是有一个关联 那么传统上面来说 在英国法教的 就是说器具的这个制作呢 可能大家会看到啊 有一些 如果你看一些传统的一些剧目的话呢 你会看到 它会有一种特殊的一些形式 比如说有拉风的形式 它比如说在这个形式上面 作为一种器具的制作 但是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这所谓的deed 它和这个contract agreement之间的一个区别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你即便在现在我们说 你仍然手头拿到了 可能只是一张打印的这个deed 但是呢 它和一般的合同来说 会有一个不同 就是它除了说 有合同双方之外的话呢 还会有一个witness 还会有一个证人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会涉及到 有这样一种器具 或者说其他类型的这样一种 如果你们在涉及到 将来了解到 有这个工作当中 碰到这一类文件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 关于这种所谓的证人 如果你要去看 假设他说自己是一个所谓的deed的话 那他有没有所谓的这种证人的安排 那么这个证人的 他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不是说是可以是 你这家公司的人 这都会涉及到对应的这个器具 以及与他相关的 比如说你的一种特别的保障措施 是否是有效的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的话呢 就是说 当然从本质上面来讲 契约保证也是一种保证 那么我们说 它和保证的达到的效果 也是类似的 就是讲说 当你出现了这样一种 违背保证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 可能会导致你 一方面你有可能能够直接的解约 甚至也有可能直接的去 解除合同 也并且呢 这个要求这个损害非常 并且呢 启动对于其他的 旅游保障措施的一个安排 那比如说 我们在类似的传播贷款协议当中 或者其他类型的贷款协议当中 经常会看到的 比如说资产偿付的这个比例的保证 比如说你继续保持经营的一个保证 确定 就是说 比如讲说 我们说之所以愿意 这个银行愿意贷款给你 是基于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你接下来从事的这个事情 是有利可图的 你要去保证你的一个经营 假设说发现你自己已经不做这个经营 或者说你相当于你把这个经营作为一个转手 那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类似在融资租链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的问题 我可能基于的是对你的一个经营能力的 或者说你的一个综合的一种信赖 结果你去把它 你自己不做经营了 你把它做一个转租或者做其他的方式 这个时候你可能违反了保持经营的保证 另外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 比如说财务报表 因为财务数据对于银行 或者说对于其他的合同相对方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你的财务状况如何 对于我接下来是不是要跟你继续履行这个合同 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的因素 但是假如说没有在原来的合同当中 做一个比如你是会提供财务报表 然后你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提供财务报表 如果当时没有做这样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约定的话 也就意味着 虽然讲理论上面你可能说 在合同条款里面可能会讲 当这个财务情况不能够满足这个要求 或者什么已经严重影响到 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等等 我可以解约 但是你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 你怎么去解约 而且或者说你的这个解约 就可能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但是假如说你在合同当中已经明确约定 对方应当要比如过多少每个季度 或者甚至每个月按照什么样的标准 提供给你相应的一个 当然他不可能要求他提供全部类型的一个财务报表 但是可能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财务数据 要求由按照什么样的方式 由哪一个这个审计机构所出具的一个数据 那么对相对方来讲 他就是能够充分地了解对方的一个财务状况 因为归根结底 当我们说到这种国际商务的这个合同的时候 你的相对方的财务状况 会是你们履约的一个最根本的保证之一 那么这个时候通过这样一些条款的设计 其实它是会有赖有助于我们的权利方 去最终实现了这样一个履约的保障的一个措施 包括说我们说正常交易保证等等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说它是一个合同相对方的一个意思表示 但是它能够起到一个对于合同的权利的一方 或者说依赖于在这个意义上是债权人的一方 它能够基于债务人一方的这种意思表示 达到一种将来我有可能可以去行之有效的 这样履约保障的一个措施 另外还有一类跟这个基础合同直接相关的 我们说履约保障的措施 如果说我们前面讲的三类 在一方面它是 这个合同权利的转让和前面讲的三类有一个共同点 共同点是什么呢 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这一个合同相对方的 明确的意思表示 对吧 不管是陈述保证 旅游保证 还是合同权利转让 所谓合同权利转让就是说 我把这个相关的一些权利转让给你 什么权利我想要的呢 一定是什么 能够比如说从下加的合同 或者说从这个运营的合同当中 去我们常见的就是什么 收取租金收取款项 或者说收取运营费用的这样一些权利 能够转让给 比如贷款协议下的银行 比如说我们其他的这个 协议当中的我们的权利方 那么共同点都是意思表示 不同点在哪里呢 不同点在于前面三种 它是你所有的行为 就是说我们作为权利人的 所有的行为的基础都只跟某一方有关 就是和合同相对方一块 但是合同权利转让 往往会涉及到什么 往往会涉及到一个第三方 也就是说 这个手合同权利的转让 意味着合同相对方 这个债务人的一方 它就是它是 做出一个意思表示什么呢 当出现某一类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当出现 我不能按期还钱的时候 或者说当出现某一个 我们约定的一个事件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两者之间 我合同权利 我们两者之间明确约定 约定什么呢 约定我 比如说在向下家收取的 在向我的成租人收取的 这样一个租金 这样一个收取租金的权利 转让给谁 转让给你 你可以去问他收租金 也可以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比如说 这个时候我转让给你什么呢 转让给你 如果说这个船舶发生灭尸 发生这个损坏灭尸的时候 这个时候 因为我买了这个保险 对不对 我买了这个保险 买了保险之后 保险人会有一个赔付 那我是被保险人 但是我们约定 当出现了这种船舶灭尸 或者其他设备灭尸的时候 保险 我向保险人请求保险的赔偿的权利 转让给你 这比如说我们在前面 刚才在之前的课程里面提到的 那个海洋工程项目的 风力发电的工程项目当中的 这样一个安排当中 就有这样一个条款的这个约定 对于所保单向下权利的一个转让 保单向下权利的转让 那么大家看 这些权利转让的形式 它除了说涉及到权利人 以及我们说这个相对方之外 还涉及到一个什么 第三方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因为转让的是权利 那么我这个第三方 比如说 那么你这个 你说河东相对方 他当时两者之间签了一个协议 说好 我把我向下家 租的这个 我租这个设备出去 他这个时候 你可以去找他收钱 你可以去找他收这个租金 你可以去找他 比如说我是买卖合同 我把这个卖出去了之后 你可以去找这个买方收钱 买方要不要听你的呢 买方如果不听你的 他是对还是不对呢 或者说买方听你的话 对于买方来说 他是不是说会存在一个问题 他会讲说 那我到底这么做是对还是不对 所以说我们讲 包括保险合同也是一样的 类似的 就是说保险合同 那么你这种安排 首先保险人知不知道 保险人知道的情况之下 他什么时候知道的 那么你的这种转让 除了说保险人知道之外 在合同上 在法律的规定上面 有没有限制转让的一个规定 因为保险是一种特别特殊的 一种法律制度 它跟我们一般的合同还不一样 它会有很多的 因为保险往往会跟赌博的 这样一种 我们说设性合同是设计到一起 所以说保险的 相关权利的转让 往往在各国的保险法当中 会有一些特别的规定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当我们某一个合同当中 有涉及到一个合同相对方 把它未来的 某一类经营活动的一个权利 或者说在其他的合同 条款下的一些权利 转让给你的时候 说当某一个条件成就的时候 我转让给你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合同权利转让有什么形式要求 它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对合同当事方和接受转让方 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 对第三方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 也就是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让将来你去要求第三方 向你去付钱 向你去赔偿的时候 第三方必须要听你的话 这是我们说在合同权利转让 这样一种旅游保障措施的安排当中 特别要关注的点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法律 我们说各国的法律有不同 但是核心的问题是相同的 比如说 在英国法下 某一个权利的转让需要生效 它对于权利转让本身 是有基本的要求 它必须要以书面的形式来进行 而且它必须是指 我们说这个转让的前提 当你可以 你转让一个权利的时候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你想有这个权利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要素 而且你可不可以转让未来的权利呢 其实是可以 但是你转让未来的权利的时候 也同样的 你的这种权利的描述 你本身对于这个权利的描述 你的原始的这样一个描述 必须要把它的要非常的严谨 要非常的严谨 而且关键的一点 我们刚才提到 转让机制生效的核心是什么呢 该等权利转让应当由原权利方 通知对应的付款主体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你要通过一种机制 让将来的这样一个付款主体 了解这种合同权利转让的安排 光了解这种安排还不够 在你的这个通知里面 可能要讲清楚 讲清楚什么 虽然讲 我们说某一个权利转让的安排 可能是基于 比如说 最简单的 就我们的贷款行业上面 借款上不能还钱 对吧 其实这么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 可能是真的 可能是有争议的 那么对于第三方来讲 假设说只是做这样一种通知 假设你这个权利转让 证明的这个时候 你没有做一个特别的表述 你就只是说 我们有这样一种权利转让安排 当出现某某某种情况的时候 你必须把这笔钱付给我 可想而见的是什么呢 当你向第三方提出 这样一个请求的时候 作为一个谨慎的第三方 会考虑的一个问题是 这个条件是否成就了 当你说的某一个条件 是要依据于将来的一种裁判形式 去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的这种转让的一个 你要求第三方向你去履行 付费的一个条件 其实作为第三方来讲 它就存在一个问题 一个谨慎的地方 可能就不愿意向你付钱 虽然你之前通知过 这就意味着 可能这个通知里面就要写明 双方都约定 当某一天 只要我 A 我的权利人 向你原始的这个 应该付费的这一方 我告诉你说 我只要写一封信告诉你 说 你从今天开始 这笔钱就不应该再付给B 原来的合同相对方 你就应该付给我 这个时候 我已经讲了这么清楚 不需要以一个其他的 一个可能要由地 裁判方进行裁判的条件 来实现的时候 可能要做这样一种安排 那么 如果说对应的付款方 仍然不愿意付款 给你 而是付款给 原来的这一方 这个时候 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说 我们说合同权利转让 最终的一个实现 是有赖于你的要求 向对方向你转让权利 向你去实现这个权利的时候 你是有一个机制 去保障它向你实现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说 作为一个涉外的 或者说跨法域的 这样一个合同的时候 就要考虑很多的一个因素了 考虑什么因素啊 有可能整个的这样一个 原始的合同是英国法 但是可能接下来 租赁的合同 或者其他的这个合同 或者保险的合同 可能适用的是中国法 那这个时候 中国法下的 如果说 这个中国法下 是不是说 同意你的这样一种安排 或者说 认可你的这样一种安排 或者说 你的这样一种安排 你假如说 要依据英国法 向第三方 真正的 要向支付费用的一方 你要求他向你 去履约的时候 你适用英国法 那么你怎么样 对一个在 比如中国的这样一个 最终的第三方 你怎么样去实现 你的权利呢 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后面 会有专门的一章来讲述 对于权利 这个履约保障措施 和纠纷解决机制的 一个相关联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履约保障措施 都不是 你也都不希望 它只是一张纸 你希望的是 最终是有一个 合适的途径 实现你的一个权利 那么这样一种权益的实现 比如说在 合同权利转案当中 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 它是需要通过 不同的一些 法律上的一些安排 来实现的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 讲到两个案例 也是这个我在去年 和今年同时在处理的 几个案件的一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是涉及到一个 在印度海域作业的 赚紧平台下面 涉及到一个 多重租约下的 权利的转让的问题 那么这个本身也会 这个案子本身 是涉及到很多问题 那我们把这个核心 放在这个 这一点上 就是说 简单来讲 这是一个 基于 这个赚紧平台 这个赚紧平台呢 我们说 它也是一种高价值的 一个也会长期使用的 一个设备 长期使用的设备 也就是 大家可以看出 我们这样一个 赚紧平台 涉及到一个什么呢 涉及到一个 融资租赁的一个安排 融资租赁的安排 那么银行 它实际上就是 贷款给 赚紧平台的所有权人 那么这个赚紧平台 所有权人呢 它呢将这个赚紧平台呢 放到印度海域作业 当中经过了 两层的一个租约的 这个安排 那么 在这样一个 融资租赁的 这个安排当中 我们说 比如讲 作为银行 作为贷款方 它所通常要求的 领约担保的措施 包括哪些呢 有很多的安排 比如说 常见的有 这个 这个借款人的 股权的 质押 有这个 我们说 假设说 这个借款人是在一个 大型的这种 集团公司下的 那么母公司的 第三方的担保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说 因为是一个融资注赁 和赚紧平台本身 是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价值 有一个赚紧平台本身的 上头的一个抵押 还有什么 还有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可能基于说 类似像这个赚紧平台也好 或者说这个租金的收益也好 会有讲说 那么你的这些东西 你要保证在整个运营期间 你的价值是多少 是在剩余贷款的多少之上 如果不到这样一个比例 我有权 终止整个所有的贷款协议 就作为一个复习 我们前面讲到的这样一些措施 好 我们看我们接下来讲到 还有一个什么措施 赚紧平台是能够什么 能够使用 能够赚钱的 也就是说这个赚紧平台 它在经过这样之后 不管是第一层第二层的这个租约之后 它最终在印度海域作业的时候 它是会收取租金的 而且收取租金的这个地方 这个相对方其实是印度的 我们可以认为是印度的几桶油之一 国家的一个石油的一个公司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本身的租约下面的租金 我们大家知道 因为它这个融资租赁的安排 实际上归根结底的话 它是通过这样一种 租金的一个 通过租金的营运 营业收入的这样一种 通过租金这个营运收入 去长期的一个还贷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 银行会需要这个租金的一个营业的一个保证 租金的这个赚取的这样一个保证 那么当出现了借款方不能按时还款的时候 其中的有一个对银行来说的 李月丹宝说是什么呢 它可以取代了这个赚紧平台所有人的身份 取代了他的身份去什么 享有什么权利呢 享有向下游的租金的 租约的这个承租方 去收取租金的一个权利 好 听上去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权利 对吧 那么而且呢 在这个贷款银行下面 它就是这个赚紧平台下一层的这个租约 实际上是一个英国法的一个租约 双方上面合同约定也都很明确 通知也按照这个贷款协议上面 所说的这个方式做了一个通知 也符合英国法的一个要求 但是接下来 这个租家再把它再往下租了一层 租给了印度的国家石油公司 那么在原来的贷款协议上面 确实讲了 即便说对于转租的这个权利上面的 这个租金我仍然是有权去收取的 但是问题就来了 这个时候 接下来的这一层的租约的安排 并不是英国法的安排 而是印度法使用 而且由于这个赚紧平台 是在印度海域作业 人就意味着呢 你一方面 比如说你要去实现赚紧平台上的 抵押权的时候 有很多的 这个法律上的一些障碍要去打破 那么你在租约下面 你现在要求印度的这个承租方 向你去行使 向你去交这个费用的时候 那印度的承租方说什么 我是收到了 首先一个他说 我没收到过通知 就是说我们后来发现了 这个通知的作出呢 比如他是以电子邮件 或者以传真的行使 那么可能印度的这些方 就对于送达本身 这个文件是否送达给他 他是不是应该视为 他接受到了这个通知 会有证意 那么印度的这个承租方 同时还说呢 那么根据我们印度的 这个法律的规定 在这个承 在这个承 在这个承约下面 你的这样一种权利转让的安排 即便你当时告知给我了 我们在这种承约下面的话 我的承租的这样一个权利 而且我没有道理 要受到你的一个英国的 对应合同的一个约束 而且我假设说 我把这个笔钱付给你的话 我可能是违反了 我们在这个受到印度法的 这个管辖的这一个合同当中的 我违反了我的义务 而且根据印度的这个相关法律 在这个承约下面 假设说出现了这样一种问题的时候 我可能可以直接的解约 也就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说 当某一方权利方 希望依赖于一种 合同权利转让的方式 将来实现 他的这个权利保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 如果说将来是希望 这个能够实际的实现的时候 那么在当时 定立诸约的时候 在定立这个整个合同 整个过程的时候 你对于可能发生的 这样一种多法律的这种情况 要做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了解 那么如果说前期没有做一些了解 在后面发生争议的时候 怎么样的去了解 当地的一些法律规定 从而去保障你的这个权利 这也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案例 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是代表国内的一家石油公司 和新加坡的一家公司之间的 去做的一个原油贸易的一个纠纷 那么新加坡的这家公司 现在这个是在英国的 在新加坡那边是目前有一个诉讼 是涉及到一个 实际上一个欺诈性的 一个交易的一个诉讼 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 它有很多的一个 买卖欺诈的一个情况 那么它涉及到 实际上它的这个欺诈本身 它骗谁 它骗银行 它骗银行 骗银行的这个基础是什么 就是说银行的 就是跟我们前面讲到那个 履定的那个贸易的 欺诈的案件有点类似 就是说银行 愿意 我们说银行通常来说 要解上天花的事情 对吧 它之所以给到贷款 给到这家公司 一定是认为这家公司有什么 手头有的这样一些 原油贸易的一些合同 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这样一个合同 比如说它是一个 长期定价的一个合同 大家知道我们说 比如在这种大宗商品 假设说一个长期定价的合同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可能市场的 这种波动的变化 对他们之间那种经营的收益 是没有大的一个影响的 对吧 那么银行可能会 基于这样一些原因 基于说知道这家公司 有这样一些 贸易的合同的一个存在 那么实际上对它的一个 整个经营状况的一个 信用的一个前提之下 愿意提供贷款 结果后来发现 这家新加坡公司 可能签署的很多的 原油贸易的合同 都是虚假的 或者说存在欺诈的一个情况 那么银行就回过头来 要找这家公司的麻烦 银行和这家公司 去签署对应的贷款协议的时候 其中就有 涉及到什么呢 假设说出现了 这家公司不能够 偿还贷款的时候 那么对这家公司 和其他公司之间的 产生的贸易 比如说原油买卖 下面的货款等权利 它是有权去 收取相应的费用 那么我们代表的 国内的这家公司 就是什么呢 突然在有一天 收到了来自一个 国外银行的 律师的 律师行的一个罕见 说 你和某某公司之间 有这么样一个原油贸易 我们理解 在这份原油贸易之下 你应该支付 这家公司多少钱 我们现在要求你 支付给我这笔钱 我们这家国内公司就愣了 我从来不知道 这家银行的这样一个存在 他凭什么来问我要这个钱 而且这个原油贸易的合同 当时已经解除掉了 就是说 当时其实并没有实际发生 一个原油的交付 和款项的应付的情况 这个时候 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 我们前面提到了 假设说这家银行 要向国内公司去行使这个权利 首先前提 新加坡法和英国法类似的 它是要什么呢 相应的权利转让的通知 是有提前送达给国内公司 送达了没有呢 在这个案件当中 后来发现 有DHL的文件的 寄送了一些记录 但是是不是送到 我们现在 这个案件还在处理过程当中 现在也并不知道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也提到 包括在这个印度海域作业 这个就那也是 就是说 某一个通知是否送达 我们做这个涉外业务的时候 会经常会有一些 非常简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非常关键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 某一个文件 这个通知 到底什么样的 叫做通知到 通知有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如果发生争议 这很重要的问题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我们 当然这个案子上面 我们认为我们的基础 还是比较强的 就是说 关于这个权力转让的 一个基本的前提 就我们刚才提到的 你转让的某一项权力 确实是可以转让一个 将来才能发生的一个权力 而且说 你确实将来 这个原油 做了这样一个交易之后 我应该付款给你 给这个新加坡公司的 你银行可以问 跟我说 我要把钱付给你 但是你的权力的基础 是在于新加坡这家公司 有收费的一个权力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个时候对于国内公司来讲 它的去反抗的一方 去这个对抗的一方 对抗的一个一条路径 就是说什么呢 这家公司的相应的权力 根本就还没有产生 也永远不会再产生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要证明 这一份原油贸易的合同 已经终止了 这就是我们说 当涉及到这一类 合同权力转让问题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它作为这样一种 保障利益措施的实际上 它一定是和某一个第三方 和某一种类型的 纠纷解决的措施是相关的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的合同权力的转 你想有这种权力 那你同样的 你要受到原始的 合同下面的 这个什么 对应条款的一个约束 也就是说 假设讲这个合同已经解决 或者说 根据这个合同 你原始的这一方 并没有收取费用的一个权力 那么也就自然不存在 你想有这种被转让的权力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了解到 合同权力转让 这一类权益保障措施的时候 要注意的问题 好 这就是我们对于 第二章的一个 全面的一个阐述 我们接下来 第三章会给大家来介绍 基于信用权力 或物的保障的 履约担保措施 好 下面呢 我们讲述第三章的内容 基于信用权力 或物的保障的 预约担保措施 基于信用权力